神州名胜满目盈文史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资博市临资区 都说来齐国给国军上坟 这里肯定是第一厢 我的旁边就是江泰公祠 里边就是齐国开国国军 江泰公的衣冠种 那么这一期咱们就去看一看 现在的江泰公祠是一个景区 门前有宽阔的停车场 是完全免费的 但是进入景区是要收费 门票好像是十块钱 说实话这个价格在山东景区来讲 已经很接地气了 主店供奉着齐国第一代国军江泰公 和他的长子第二代国军齐丁公 以及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之一 齐国第十六代国军齐桓公的盛相 这个景区还有非常多的建筑 但那些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走到景区最后 便是江泰公衣冠种 这个墓碑上刻着让人看不懂的文字 五城王江泰公衣冠墓 当然这些只要你来此 导游都会跟你讲 咱们就来聊聊导游不给讲呢 那么接下来就开启今天文旅园的 班门弄服 这个江泰公是江姓名尚自子鸭 他的先祖曾坐四月之官 辅佐夏宇治理水土有公 就被封在了屡地 所以他就是江姓屡氏 按照先秦的侍性系统 男的以氏为姓 所以他应该就叫屡尚或者叫屡子鸭 后来秦汉时期 氏性基本混淆 所以大家喜欢叫他啥就叫他啥 因为封神演义的缘故 可能大家更喜欢叫他江子鸭 江泰公出世时 家境已经败落 所以年轻的时候 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 也开过卖酒的酒店 可是一直到了七十岁 还是一无是处 后来的故事 便是大家所熟知的 为谁访前 江泰公钓鱼 愿者上钩 鸡昌出列 遇到江子鸭 当时东方大国殷商王朝 走向衰亡 殷州王暴虐无道 民不聊生 而西部的周国 由于西伯鸡汤的畅行人质 人心安定 国势日强 在江泰公的积极谋划下 归附周恩王的诸侯国和部落 越来越多 出现了天下三分 其二归州的局面 周恩王死后 周五王激发继位 拜江泰公为国师 最终江泰公通过木野之战 成就了周朝 也成就了自己 成为了西州的开国元勋 其文化的创始人 在周初啊 有三大功臣 分别是太保 昭公氏 他被分封到了这个燕国 然后就是太宰 周公弹 被封到了鲁国 然后就是太师 江泰公 被封到了七国 这个七国啊 其实就是肚骑的意思 如果鲁国是头 燕国是脚 这个七国的位置啊 正好处于妖眼之间 提到了七国啊 就不得不说一个词 也就是东夷 这个东夷啊 可是帮了周国 非常大的一个忙 因为当时啊 这个周王正在讨伐东夷 周国啊 在背后捅了刀子 因为周王回时不及 就把这个商朝啊 给灭了 然后其实商人啊 他也是出于东方 可以说啊 他们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但是因为地域差异 和文化差异啊 不管谁入主东元 都会与东夷为敌 然后周五王 把这三位功臣 分封到这个位置 意思就是 武力强压 把这个东夷啊 尽快给我解决了 然后 这个江太公被封到七国之后啊 他看到七国的实际的情况 然后他就觉得 在这里强行推至周里啊 会引起矛盾 然后不利于治理国家 所以啊选择了 我不打压你东夷的传统文化 这就是记录在史书中的 江太公治理七国的一个政策 叫因其俗减其理 这个江太公就获得了民心 调动起了七民啊 建设七国的积极性 就这样产生了一个成语 叫做平易近民 但是后来因为跟 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啊 重了就要避讳 所以啊 就改为了我们熟悉的平易近人 七国递进海滨 昭泽遍布 江太公就因地制宜 在发展农业 保证自给自足的同时 利用境内资源丰富的特点 大力发展冶炼渔盐行业 利用七民重商的传统优势 推行与列国通货的万报政策 在这种种的政策引导下 七国制造的关带一缕 畅销天下 渔盐海货流通列国 周边诸侯国的人力 物力 财力 络绎不绝的汇集到了 七国都城迎丘 有人说 喂水访贤 江太公钓鱼 院者上钩的故事 是后人附会的 姬昌重用江太公另有原因 当时的西齐乃是西方强国 姬昌又有贤德之名 因此啊 深受昼王忌惮 昼王社局将姬昌囚禁于幽里 西齐重臣上下运营 却始终无法救出姬昌 听闻江太公致谋过人 三人前去询问 姬太公提出 只有头起所好 满足昼王的需求 才能救出姬昌 于是三人到处搜罗美女珍宝 送给咒王 这才让咒王释放了姬昌 喂水访贤与设计救主 这两件事啊 是无法同时发生的 相对而言 喂水访贤有浓重的奇幻色彩 在民间流传中 绝大多数人啊 只知道喂水访贤 就像三国时期的刘备与诸葛亮 大家都愿意相信 刘备三顾茅庐 从而得到诸葛亮 而不愿意相信 是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 这是因为喂水访贤 与三顾茅庐 可以满足历代读书人的虚荣心 普通的老百姓 也乐意接受这样的宣传 毕竟啊 大家都希望通过读书 改变自己的命运 江太公封齐建国后 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浩京 做周朝中央政权的太师 他的大儿子麒麟公吉 也没有治理齐国 而是一直在浩京担任虎奔之职 可以说齐国开国后的三十多年 迎秋啊 基本上是由江太公三儿子秋木公镇首 木公领阵迎秋 他的族人就以秋为室 所以木公就是秋氏始祖 而在周康王六年 一百三十九岁的江太公 在首都浩京去世 他帮着激发就开创了周朝 周朝也延续了八百多年 自己开创的旗国 也是从各路诸侯中大放异彩 然而大家会发现 关于江太公武学上的一些造诣 在正史中非常难发现 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把这个时间线拉回到江太公在西齐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经常打仗 然后江太公直接就参与指挥 并且出了非常多的计谋 然而江太公所用的一些计谋 都非常的不按套路出牌 咱们再看这个正史界的扛把子 也就是史记 他的写作年代 他是写于这个汉武帝的太初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104年 然而在30年之前 也就是元光元年 这个董仲书就提出来了 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 所以说这个儒学 就成为了封建 统治思想的一个独尊的学术 然而这个儒家的兵家 他讲究什么呢 讲究一兵不用炸谋奇迹 也就是说 我不用这些阴谋诡计去打仗 然而江太公啊 确实也用了非常多的这个阴迹 或者是叫奇迹 所以说啊 当时这个司马迁写这个史记 他肯定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所以啊 就会把这个江太公 所出的一些奇谋诡计啊 就给删掉了 江太公一生坎坷多磨 而又轰轰烈烈 纵观江太公一生的建树 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 都有卓越的贡献 所以太史公司马迁总结了一句话 后世之言兵及周知阴权 结宗太公为本谋 在唐宋之前 江太公被历代皇帝 和历代典籍尊为兵家鼻祖五圣 而到了唐宿中 封江太公为五城王 五庙的得名 就是源于五城王庙的简称 太公距今已去世三千多年 人民崇拜他的高尚人格 悼念他的丰公伟纪 用朴实的感情 编导出了很多神话故事 歌颂他 在太平预览和丰神纪这些书中啊 逐渐把他就给神化了 到了明代许中林 因为崇尚太公无法形容时啊 便编住了一部丰神演绎 从此 江太公由人就变为了神 并且还是管理天下所有神的神 被民间百姓尊为天祈至尊 现在民间盖房的上梁时啊 梁柱上都经常写上一句话 江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相 但却反映出江太公在人们心中崇高的地位 太公之后还公之前 历代君主乏善可陈 时间来到七国的第五位国君 齐爱公时 因为被纪国国君向周天子进宪产言 而被烹杀 周天子立公子敬为君 这个就是齐湖公 齐湖公因为得不到上清和国人的待见 把都城啊 从营丘迁到了伯姑 这个举动对齐人震动很大 所以齐爱公的同母弟弟公子山 与四党率营丘人杀死了湖公 就把都城从伯姑迁到了林姿 这个公子山便是齐县公 自此 不管是江齐的都城 还是天齐的都城 一直啊 就在林姿了 下一期我们去这边的环宫台 聊一聊曾九和诸侯一旷天下 春秋五霸之一 齐桓公被戴绿帽的真实史料 那么看着古墓 给您讲的江太公的故事 我们就算讲完了 好了 这个江太公一观众啊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弹幕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